來關心飛鳥公國共和國 十一月十四九二十一時 英國來時基盤無兵的活動 因為這麼多四季的年輕人想要去做兵 每天都有超過七百人去報名 想要做兵香氣飯飯 如果在最后一天十一月二十一天 現場是出現更多人有幾千人 所以做成小的小客人打人打死人 後來有三十一的人死亡 超過一百四十人中心 外面裡面很多中心的少年十五人 躲在頭下 現場是亂操操 非洲更高共和國的首都 補拉三十五六六體育場 每十時開始基盤無兵的活動 按照照一千五百的 十八歲至二五歲的少年人入獄 每天都寫超過七百人去報名 不過在二十晚上要結束之前 相同有一次幾十千的少年人 想要定期入獄 所以要做人大人的事件 做成三十一的人死亡 超過一百四十的人中心 在當中體育館外面有幾千人 有一個人想要把大門開開 有一個人想要把大門開開開 有一個無關職名的二十四歲 去參與頂調的人說 因為後面一直殺來殺去 地師的腳都討論去 如果另外一個意外後 有平安換下來的人說 事情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打來打去殺來殺去 沒了他全都不知道的人 但正心的時候 已經在救護車領館 雖然更高共和國 舊友跟天然其實很豐富 不過大部分都這麼在救所有人手 根據世界金融的調查 首都的青年失業率有到四十二% 在數很多年輕人都太多 要唱作品的鐵盤話 如果這次的意外 首都不變的華東選佈渣庭 總理也發動成立危機處理收作 檢查官也已經接對意外電開調查 恭喜新聞 新聞報告為便宜